它這個自動會浮起來 然後我們有個標示 就表示說這邊水滿了 你不用在這裡多浇水 所以這個也是省水的一種方式 那你這裡面也可以放肥料 從這裡面開始放肥料進去 大家好 我叫Hunter 今天要介紹一點就是說 我們可以DIY做一些 做一些爬騰架子 還有就是說這個叫Hunter Self-watering的種植箱 那你可以用這個箱子結合這些鐵架子 然後可以做延伸 可以就是說做你的菜園 然後做架子主要作用是 給這些爬騰類的 包括這個西紅柿 這些豆苗都可以 然後有時候你如果要加強的話 然後有時候我們用這個繩子 可以讓它能夠爬上去 它自己會往上爬 但是如果你要種絲瓜什麼的 你也可以加個網子在外面 我是把所有的東西都結合在一起了 這個底下呢 這個底下有一層可以裝水的地方 然後它水用洪吸的作用它會上來 所以你在上面種什麼植物的話 它就是一個種植箱 它就可以長很多菜 什麼菜都可以種 但是在做這個之前 要鋪一個防草的網 然後再加土 然後我這個價值就是固定在這裡 所以它很強壯 然後也可以種火龍果 讓它爬 讓它慢慢爬上去 讓它慢慢爬上去 但是這個還是些幼苗 然後有時候你會怕蟲啊 什麼東西啊 那我們會 會有時候會釣一個 釣一個補銀子 OK 這個補銀子可以貼上去 也可以用釣的 這個是延伸的 我們也可以所有的菜種在地上 然後讓它慢慢爬上來 這樣子 那這個都有彈性的 你可以長也可以短 就是先放一個防草布 然後再放土放到這裡 然後你就可以 把你所要種的東西 這樣是絲瓜苦瓜 都可以種上去 那這個箱子是一個廢棄的箱子嗎 也可以用你用過的 也可以去買一個新的 這個是27加倫的 我們叫TOT OK 就是儲物箱 TOT TOT 我會在這邊再鑽一個洞 鑽一個洞 如果水太多的話 它可以溢流出來 它就溢流出來 不會把植物就是說 它浸太久的話 它會爛根 根就 會爛掉 然後這植物就死掉了 我今天做這個 只是一個sample OK 集合在一起 那那邊的話 可能還會有一個東西 這個是浮標 我還沒有完成 浮標 因為 你水如果達到 某一定的程度的話 這個會浮上來 這個會浮上來 那你這裡面也可以放肥料 從這裡面開始放肥料進去 OK 然後浮標 它自己 它剛開始會到底下 然後你如果水到這裡的時候 它這個自動會浮起來 然後我們有個標示 就表示說這邊水滿了 你不用在這裡多浇水 所以這個也是省水的一種方式 就是說 我們叫做application 一些應用 OK 如何應用現有的東西 OK 然後用一些這種鐵管 這個鐵管你家可能也會有 然後把它鋸一下 然後量一下距離 然後就做成一個 完全種植的盆栽 OK 然後如果 還要再加強一下的話 還可以自己再做滴灌系統 水自動加在這裡面 肥料也可以自動加在這裡面 從那個管子下去 我稱它為DIY的種植箱 然後種植箱 兼這個爬藤類用的架子 所以它這個種植箱可以防蟲省水 蟲比較不會跑進去 我不敢說防蟲 因為有時候 如果真的要防蟲的話 我會再加外面再加個網子 只是今天沒有秀出來 所以這個是你自己發明的嗎 算是啦 我只是說 對 就是要發揮一下想像力 給大家 怎麼講 brainstorm 我們叫brainstorm 去創造一點東西 這個圈圈是幹嘛用的 這個圈圈呢 是輔助 輔助這些植物 讓它 讓它 讓它不會 不會垂下去 OK 它可以順著這個東西 順著繩子 然後圈圈的話 它不會動 然後 當然我們在這邊也會有風 就是說 在這邊有時候會有風 但是它這個可以隨風飄動 所以它不會 怎麼講 就被風吹 吹摺姿啊 這樣子的東西 是一樣 番茄也是一樣 就是說 你可以 可以讓它 好好的生長上來 當然就是說 現在只是 把所有的東西都集中在一起 你可能一個箱子 只種一種東西 或是種番茄 或是種豆子 甚至 火龍果 讓它攀爬起來 它這樣 掉 它這樣 就是說 增生過來的話 這邊會長火龍果 這種多用途的東西 多用途的種植香 走